救护车暗夜里穿过小巷 鸣笛开路 后方急救员持续为少年心脏按摩 CPR试图回复他的生命迹象 不过少年送医之后 仍然因为伤重抢救无效 经过家属同意之后放弃急救 在晚间6点半宣告不治 这起坠楼事件发生在9号傍晚5点多 台东市丰盛街附近一名少年返家 没过多久突然从住家5楼坠下 撞起到采光罩之后衰落到公寓大楼中庭 现场遮光罩碎片及书包散落 不过少年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 他的母亲表示少年返家之前 就曾经跟他通过电话 表示没有带钥匙 之后就得知他坠楼 疑似是想从5楼楼梯间窗户爬进住家 却一时失足坠楼 才会从5楼衰落地面 这名少年17岁还在就读高职 平时也没听说有争执或心情低落 初步推测就是爬窗返家失足 详细意外原因警方还要厘清 记者台东综合报道 详细宝 使 could 解几 详细意外出 érica